被谁挣走了 我告诉你 被不相信币圈的人挣走了 就是低价买的 高价一看卖了 跑了 离开这个平台币圈了 拿着钱 该干嘛干嘛去了 他们挣走了 没有信仰的人 把币圈的钱挣走了 有信仰的人 挣不到钱 因为你建立信仰 就是被割的韭菜 就像我给你们举例子 我卖牛肉就是这样 低价进货高价卖 便宜的时候进货 高价的时候卖掉 挣个差价 你要非常简单的去理解这个行业 就是卖在人生顶费时 买在无人闻进出 一句话 解释这个行业的真谛 然后学着重复 学着学习 就是把我所说的东西 全部学一遍 如果学不会呢 就再学一遍 如果你能把我说的东西 能重复给第二个人讲一遍 证明你出师了 也算是我的徒弟了 我这种的 教不了专家 教不了学者 教不了那些牛逼的人 我只能教那些 跟我差不多的高中毕业 认知 社会认知 被锻炼过 被毒打过的人 老酒菜 我能教 我通过教你呢 其实我在总结 是吧 我录录视频 总结总结 讲一讲 我当时候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虽然都是后话 但是 依我之前的经历 和经验 我这些模式是靠谱的 不会让这个交易所倒闭 不会让这个平台倒闭 用时间换空间 留下那个会下单的机 现金奶牛留着 迟早的挣回家来 等市场信心回来的时候 一下就抹平所有的债务了 美元就是一个巨大的债务 知道吧 美元 美元就是你消费 你买房 你透支 你贷款 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债务 美国人 如果不贷款 不消费 或者自己消费 信用崩盘了 他的 他美元就得 就得崩盘 所以说美元就得 靠美国老百姓的 买房啊 买车啊 去消费啊 去各种 各种消费啊 各种贷款啊 再加上美国的税收 才印出美元来 然后美元现在是国际化的 也是全球流动 资本就这么印出来 这些 随着世界的人口达到80亿 全世界的经济共同 总规模还得增加 法币还得硬 比特币呢 迟早还会再来牛市 但是没有信心的人 在这波熊市的时候 就割肉了 割了 割了 银割了 还有包仓啊 各种问题 它不是割肉了 它就是不要包仓了 因为 有杠杆啊 或者有 或者本身要还 车流动性 还钱啊 最后就没了 好吧 今天聊到这吧 这边 我们下期待 点击